大家好,我是港股小記Hailey 在過去的星期,我們講了社工爸媽一家人 帶上兒子上街遊行抗爭的故事 社工爸媽上星期舉辦了 《孩子不要催淚彈》遊行集會 我們去過現場做訪問 一起聽聽他們舉辦集會的原因 以及兒子懷疑受催淚彈影響的經歷 孩子不要催淚彈 武毒公園我要玩 武毒公園我要玩 第一,想政府停放催淚彈 和警察停放催淚彈 第二,希望政府公佈 盡快公佈催淚彈的成份 以及有一個清晰的指示 如何清洗 包括指示學校、教局 食環處、康民處 經常會在社區裏幫忙做清潔 究竟應該如何正確清洗 才對所有居民 或者香港人生活的時候 是健康和安全 對所有人生活的事 都會覺得很難看 昨天和你下街已經放催淚彈了 一段時間 你還跟媽媽說 怎樣 呼吸 不唱神 辛苦 呼吸 有時候會想自己呼吸 對 但有時候又不想 真的很奇怪 因為問了TG 可能 可能 是 還未能確定 是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我們太少資料去 又沒有測試 又很少資料知道怎樣影響 我一直留意她的皮膚 我沒有什麼懷疑她頭痛 還是呼吸不唱 我一直很緊張 她的皮膚會不會有反應 但她自己跟我說 我分別有兩次 就跟我說頭痛 另外一次就是 呼吸不唱上也說了幾次 但我也證明不到 究竟是否真的跟放TG有關 因為放TG之前 她是很少這樣說這些說話 我希望政府今天聽到 小朋友的聲音 因為在網上也不少的圖片 以及我們的生活裡面 看到有些小朋友 自從放催淚彈之後 他們的皮膚或氣管 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敏感和問題 而還沒有反應的人 我們也有很大的隱憂 給我們香港和小朋友去居住 給我們一個清潔的環境 我們香港和小朋友去居住 希望政府拿出一個 測忍之心出來 去幫這些無助的小朋友 他們沒有選擇 他們在香港生活 就是用完美空氣 就是會有機會接觸到 希望政府真的看到小朋友的聲音 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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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居住